今天的一星零零奧運特報 我是CNN 先看我這樣的這個知識 這個極劍的功力到底強不強 我們可以看到一開始 先看到的是有少林志玲之稱的 香港極劍女神張敏慧 前幾天才在女子銳劍個人賽 奪下了金牌 那卻沒想到她在今天 她突然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宣布了 決定要休息一下 將告別全職劍級運動員生涯 當然是引起了不少網友 是心碎滿地 而這一次奪得金牌的張敏慧 其實她也是獲得了 香港頒發的600萬港元 大約是2350萬元新台幣的這個獎金 當然很多人好奇 這個張敏慧會拿這筆錢 到底要該怎麼用呢 張敏慧她表示說 首先她會想想要怎麼樣感謝大家 還要幫教練們 包含團隊 醫生 物理治療師等等 買個禮物 她說真的很感動 更謝謝她們一直以來的幫忙 但人美心也美的她 甚至還想要把獎金來當作慈善用途 甚至打算成立一個非營利的慈善機構 讓更多人可以體驗以及感受運動 有點像是奧夢成真計畫 而大家儘管對於張敏慧在極劍上的優異表現 她還是一個學霸喔 成功考入美國史丹佛大學就讀國際關係 而大家也好奇說關於她的感情事件究竟是如何 她在受訪時也坦言說成為了運動員之後 找男朋友真的很困難 但也開出了擇有條件 她說只希望對方心地善良 有幽默感 喜歡運動 身高178公分的她也笑笑地說 身高不用比她高也沒有關係喔 這個巴黎奧運眾多賽事當中 來自土耳其的51歲射擊選手迪凱奇一氣爆紅 因為她在這個男女混合團體10公尺空氣槍的比賽當中 僅僅以一身簡單的T-shirt配上耳塞 與其他的選手滿身裝備形成超長的對比 還是勇奪了奧運銀牌 為國爭光 而她回國後接受專訪 更暴露了自己的真實心情 她說這個迪凱奇出賽時都沒有裝備 只戴著眼鏡喔 一副這個T-shirt跟耳塞 一手插著口袋 至於艙就射出了逼近把星的紀錄 驚艷了全球觀眾 她回國後是親自回應了這個零裝備的熱門話題 迪凱奇表示 每一個射手都有適合自己的身體構造的姿勢 零裝備是她感到最舒適 而且最穩定的位置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非常的平靜 但其實內心是撥刀鬆憂 也是非常緊張的 而再一看到是 現在林洋佩是成功晉級到了金牌戰 在今天的晚間就要登場了 雖然說不怪怎麼樣呢 都一面掌牌了 但只有銀牌怎麼夠 今天晚間預計10點左右 南丹金牌戰就要正式登場 林洋佩將要對上的是目前排名世界第一的大陸隊 兩尾坑吉王場征 這場戰真的是一場非常硬的硬仗 而雙方過去曾經有過五次對陣交手 但其中有四次 雙方都是激戰到了決勝第三局 也就是說大陸隊的實力當然是非常的長的 不過呢 我們看到這一回林洋組合 在兩人能絕佳的默契配合之下 從小組賽一路打到四強戰 就算賽事中出現了一些小亂流 但依然能有效的壓制對手來做攻擊 然而兩支隊伍最近一場的交手 是在今年的法國羽球公開賽16場 和全英羽球公開賽16場 林洋佩是取得一勝一敗的家機 雙方的實力可以說是在伯仲之間 而今天晚間也希望大家能夠一起來集氣 來幫林洋佩加油打氣 拿下中華隊今年巴黎奧運的第一面金牌 然後林洋佩今天要 就這個期待 我們都還不熟 但是人家的女兒我們很尊重 我必須要求自己的小孩 先專心把能夠為他們 就把求是打好再說 其他因為他都三十歲 自己可以做主 你們都 我會讓這個尊重他們 這個比賽前 我都不要干涉 包括家兄已經從英國趕去 本來說要到選手村 我只要找到那個辦事處 因為辦事處那個主任叫吳志忠 是我們以前東吳的同事 我就說賽前都不要 賽後再幫我安排他們見面這樣 所以我賽前都不會跟他做任何的接觸 不是特別 其實在上一屆奧運之前 自己就一直有個住宴 那時候我就是每個禮拜 禮拜六或禮拜天 閒一天 幾乎連颱風連光下來我都上去 所以一個一年五十二次 大概兩年就一百多次 然後他拿到奧運之後 後來因為疫情 我從四星三色是我們那個時候創的 那我就很喜歡爬山 那所以因為七星山是臺北市最高峰 麒麟是臺北市出身的 所以我希望他到最高峰 他也都做到了 那那個時候我就天天 每個禮拜想一天爬上七星山 和臺灣金牌 因為他他名字取得好 他說臺灣金牌 我就希望他能夠為我們拿第一個金牌 結果他他也做到了 今天帶您關心最新的賽事捷報 臺灣女權王林玉婷 在剛剛稍早五點出戰八強賽事 碰上了三十四歲的保加利亞女帳卡梅諾娃 林玉婷勢如破竹 是以五比零贏得了比賽 保底銅牌 那林玉婷在魚子五十七公斤級的八強戰當中 第一局是取得了三比二的些微優勢 那第二局是贏得了五名裁判全數的支持 第三局也穩住了優勢順利晉級 而近期林玉婷是莫名再次陷入到了 這個性別爭議的部分 但是他完全的不受影響 賽場上的表現還是非常的專注的 那麼卡梅諾娃和這個林玉婷 曾在去年的試頂賽碰頭 當時林玉婷勝出電視最終 仍被以性別深化檢測異常為由 撤銅牌由卡梅諾娃地補 而這次兩人再次的對決碰頭 林玉婷以技術優勢力壓了對手 贏下了這場比賽 今天真的是熱血沸騰 好期待晚上的這個比賽 因為是黃金、男霜、林楊配闖進了奧運金牌戰 將會在晚上10點10分對上世界排名第一的大陸組合 還有梁諾娃跟王廠竟然被酸民質疑說 他們的巡迴賽都表現不好 偏偏奧運就會贏 而李楊也曬出了截圖 他的回應展現出了高EQ 也引發網友狂讚 我們來看酸民是私訊李楊說 這林楊配在巡迴賽當中 第一局、第二局就會出局 現在有望奪得奧運金牌 還會將2000萬的獎金爆回家 也叫李楊說知道那是人民的辛苦繳出去的納稅錢嗎 李楊回應說他每一場都想要奪冠 而他身為台灣公民也有繳稅 但是要是他以拿錢為出發點出賽的話 就失去了他打羽毛球的本質了 截圖一曝光 網友也紛紛為他加油打氣 更酸民說要有本事 自己就去爭取那2000萬的獎金啊 好來看到黃金、羽球男霜、林楊配的王麒麟被爆出說 如果他真的奪得冠軍的話 會向拉拉隊的女友求婚 而王麒麟在4月爆出戀情 對象是樂天拉拉隊的女神陳詩媛 兩個人都大方認愛 不時的在社群媒體放閃 有網友大膽發言說 有沒有可能王麒麟奪牌之後就會向女友求婚 陳詩媛是直接回應說是不會 而這個王麒麟呢 是用一個耐人尋味的emoji的貼圖 並沒有把話說死 讓網友嗨翻了 事實上在出征巴黎奧運之前 就有人問說王麒麟會不會求婚 當時她立刻看向旁邊的女友 大喊說你願意嗎 隨著金牌戰即將登場 兩個人的好事又再度的成為話題 另外呢 我國的全集美少女無事宜 在巴黎奧運奪下銅牌的好表現 讓家人在內湖經營的雞湯拉麵店 跟著湧現了慕名而來的人潮 吳爸爸也開心的放鞭炮慶祝 很欣慰自己的女兒為國爭光 是感覺既開心也不捨 一起來聽 紅牌已經很棒了 也欣慰女兒是家人驕傲 等她回國之後要好好給她秀秀 而不只家人高興 附近店家和鄰居也都餘有榮焉 吳爸爸的麵店早上還沒開店就有民眾來排隊捧場 一起歡慶無事宜奪牌 也住在內湖區的鴻明建設董事長陳啟宏 更是大方表示 今天和下星期二和星期三的麵店營業日 所有花費都由他來買單 一起來聽他稍早的說法 吳爸爸開的麵店從今天一早就到賀生不斷 家人親友都倍感榮焉 吳四姨的姐姐也認為自己的妹妹表現已經很好了 期待他下次比賽可以順利拿下金牌 以上就是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將時間鏡頭交還給彭琳主播 好 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周球男單 前球王樊振東今天晚上對決的這個陣將 是瑞典選手莫雷加德 離大滿貫僅一步之遙 而他呢 賽前表示自己將會全力以赴 而我們可以看到樊振東世界排名第二 僅次於因為球拍被踩斷 狀況不佳提前遭到莫雷加德淘汰的球王 王楚清因此呢 樊振東在今天晚上之戰 可以說是背負著為中國大陸雪恥的這個期望 而他呢 早在禮約奧運時就已經展露頭角了 曾經被國家隊視為是新一代的桌坦領航人 卻在東京奧運最佳時敗給了中國隊的傳奇馬龍 而他這一次再次的扛下金牌戰的大旗挑戰個人生涯當中的 首面單打金牌 巴黎奧運出現一個非常特別的頒獎場景 是在蹦床的項目當中得到金牌 第一 是這個一名的白俄羅斯的選手 不過呢 因為國際奧委會是禁止俄羅斯跟白俄羅斯的運動員參加本屆奧運的 因此頒獎時既沒有做國歌也沒有升國旗 照片裡面呢 站在中間的就是拿下蹦床項目金牌的利特維諾維奇 他身上的這個運動服完全沒有任何國籍的標誌 跟左右兩邊互得銀牌跟銅牌的中國大陸選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而奧委會因為俄羅斯戰爭禁止俄羅斯跟白俄的運動員組隊參加巴黎奧運 只能夠以中立的個人身份來攪足 而這個獎牌術呢 也是不計入排行榜 也有不少網友在問那為什麼以色列運動員可以出賽 引發了不少討論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 好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